哈喽大家好 上班了 今天做这个弓箭 这个也是热处理之后的硬料 有两件 这个感觉挺麻烦的 要加工的尺寸比较多 先看一下 那个红色的带颜色的地方 都是有公差的 看它四个孔 红色的是有公差的孔 而且它这个到边的边距都有公差 所以不好做 我估计今天都不一定能做完这两件 这台机 然后另外一台机也是做热处理的 今天这个活 有点麻烦 看一下 这个已经快做好了 第一件已经快做好了 现在在补这上面这个孔 调试 是另外一台四轴机上面做的东西 这个也是有公差的 也是要做金孔 哎 闲不下来啊 没有闲着 现在这个孔 差不多已经配好了 已经做出来了 十六的孔 等一下我做好 让大家看一下 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它到边距的要求是 一条一条多的公差 有一个边距要求 所以这个边距我还要用表打 不好测 这台四轴机 把那个弓箭做完之后 现在又做了两件这个 也是硬料 这一个弓箭上面有六个金孔 然后这四个大的是12的 512的金孔 然后还有两个小的一个是4.5一个是6的金孔 都是零到大一条的 现在已经补的差不多了 因为料比较硬 所以要空跑好几遍 然后才才做出来 没办法 硬料只能这样 要空跑几遍 要不然它补的 做出来上下会有追度 现在做好了 我把它敲下来 敲下来明天这个要加工那个夜轮了 前一段时间做的夜轮 然后就是这个夜轮 明天做吧 今天都快下班了 明天架到那个四轴机上面加工 就一件 就补一件就够了 就这个图 我这一台机还在做这个 今天两件也没做完 只做了一件 这一件也快完了 但是现在已经快七点了 下班了 然后明天再再干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到这吧 我们下班了 明天见